内观学是什么? 现在比较流行的有佛、道、冥想修炼的内观 是内观学的内观吗? 内观学的内观又称内观力 它是人体生物学的范畴 是人体感官系统之一 类似于我们视觉系统的视力 或听觉系统的听力一样 那么内观力的范围是什么呢? 现在是探索小组起步的阶段 研究的范围和方向也是初步的 我们仅以现阶段的认知来交流和讨论这些问题 先说中医里最基础的理论 如元气论、经络、穴位、针灸、阴阳、柱油等 各中药大学的课本中 对这些理论的解读都不尽人意 很多说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观察总结等或直接定义为迷信 解读这些理论 最好是用建立这些理论体系的古人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组建内观学探索小组的原因 一些初级内观者便可观到人体经络结构 经络内部运行的物质和能量的状态 还有针灸的治疗过程中 针与经络与穴位与周围能量的关系 还有并和解除瞬间的能量释放范围等等 再说到现代物理学的应用 科学界公认人类对宇宙物质的认知不到4% 通过内观体系首先揭示出来的 是最接近人体或与人体相关联的那些物质和能量 这些物质可能不遵循现有物理学各种定律 也许会需要新的物理学定律 也期待着更多的物理学家关注内观学 之后会发布更多我们内观的 对普通人来说是未知的物质和能量 最后说什么是内观学 内观学是新定义的学科 内观是人体自身的类似于视觉或听觉的感官系统 也是人体正在退化的或濒临消失的感官系统之一 华夏文明中非常多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内观学 它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根基之一